在法国引发巨大民怨的养老金改革法案争议升级 法国政府动用特别宪法权力 绕过国会表决强行通过 消息传开后不仅朝野对峙升级 法国各地随即爆发新一轮示威 批评总统马克龙无视民主要求他下台 在首都大约7000人聚集在巴黎协和广场示威 警方释放催泪弹驱散人群 在广场中央冒出火光后 警方还发射了水炮 法国总理伯纳辛茨在国民议会开议前 宣布动用宪法第49.3条 也就是辩论终止不需投票 退休改革法案立即视为通过 这份极度不受欢迎的改革法案 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延后到64岁 反对党可以在星期五下午三点之前 提出不信任动议 以此决定退休改革法案 乃至伯纳内阁的命运 总统马克龙则表示 他的政治意愿是交由投票表决 但是如果国民议会投票不通过 对财众经济的风险会很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